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原来你节目主持Larry 这次的《世界防御消息》,想和大家讲一下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无论是俄罗斯或乌克兰,他们的陆军装地,尤其是装甲部队的损失当然是天文数字 除了我们经常看到数字就是乌克兰如何去击溃很多 例如无人机的片段或其他手段来用火炮的情况去攻击俄罗斯的装甲部队 亦有很多消息指出俄罗斯只是装甲部队,T-72,T-90,T-80等等的坦克车 损失已过了2300至2500架,所以某程度上他们的坦克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捉甲见爪的情况 所以他们必须要想方法去补充他们的战力 我们在去年已经和大家报道过了 包括在乌拿梅尼区,例如在梅尼托波尔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一个铁路纵阵,在转运的情况 在火车上的拖卡,你就会看到有很多T-62当时 我们叫做冷战时代的坦克拖了出来 然后被前线开始做后备应用 当时坦克的选择当然大,但未到现在这么严重的情况 而T-62当时只不过是在后方的占领区里做使用 例如做一些平常的守卫、巡逻功夫 但随着战争的深入,T-62似乎也不太够用 于是近期又有片,大家看到火车的拖卡 后面又有长长列车,后面拖运着很多装甲部队 这次更厉害,就是说T-62的前辈,包括T-54、T-55 这些都是1950多年、1960多年推出的系列 真是时光倒流70年,即是70年前出的坦克 你今时今日看的战场上,你又有幸能够见到这批古独 这批古董的装甲车出到来,如果摆放在乌东 甚至乎在乌南地区作战的时候,遇上乌克兰 究竟又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当然除了我们看到这批T-54、T-55的坦克之外 他们也要面对着乌克兰迷均缓的坦克车 包括有美国的M1,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可能它最早的秋季就会开始来临 会不会加码我们不知道,但是炮异一定会到 甚至乎包括加拿大、挪威等等 波兰的炮异已陆续抵达 现在应该有超过30架炮异 其实已经到达了乌克兰 视乎它在反攻的安排如何处理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批越来越旧的坦克 如何面对着西方越来越先进的坦克的进击 当然也会再看看,究竟俄罗斯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虽然是足够的,但是都要撑扯一下 以前也需要有些改造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慢慢讨论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首先似乎我们 免费订阅之后,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dan toda第一时间收到节目通知 另外,请订阅CLS,请点赞我们的节目 好,我们谈回新闻,新闻也来自很多不同的推特等等的视频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看的,有些推特说到 现在在俄罗斯,他们在仓库里拿出一些添十四、添十五的坦克 然后运上前线的情况,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这一批坦克来自俄罗斯远东的地区 我们称为一个笨海的地区,一个地方叫阿辛耶夫的地区 阿辛耶夫的地区本身有一定的坦克的储备 将旧阵市,我们说过两万、三万架这些坦克 很多时的储存就是这些这么旧式的 我们说的是在二战,冷战之后 大量制造去应付当时冷战时候的 和西方的紧张关系,要制造钢铁红楼的一批坦克 所以T54和T55系列,可以这么说 当时的数量是非常之惊人和庞大 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真的要在库船里挖出来 然后摆出前线,在冲突时应用 这批坦克,我们说了,自从苏联崩塌之后 其实很多常规部队的坦克车等等都会把它封存 摆在什么地区呢? 以往会摆在乌拉岭附近的地区 也有一大部分,如果真的太旧 其实你也未必那么适合摆上莫斯科和聖比德堡的前线 再擠远跌,我们说好像打入冷宫 就摆在远东的地区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说,这批坦克 其实原本完全没有想过拿出来打仗 当然,现在还未是这么快肯定,像素这么低的照片 未肯定是否一定是T54甚至T55 即是一个进化少许的系列 但在网上我们跟大家说过,一个来自英国的冲突程度小组 它似乎就揭开了,可能他们一直有追踪 这批坦克车的来源 不过怎么说也好,我们就当它是T54、T15 他们也真的相当之旧 例如我们说T54 T54正式在二战之后 即是我们说在冷战时代 在苏联大约1946、47年左右开始生产 但当时还未去做Mass Production 即是叫做小量批次生产 直至1958、1959、1960年时 在这个情况再生产更加先进的T55的型号取代 所以T54、T55 其实你看到就是刚刚在二战后,冷战初期 苏联和华沙调约组织 我们叫做华沙公约组织 即是当时一个最主要的坦克车骨干 当然了,对到后期你见过多几年 大概1962年 就再有一个更好的坦克车 就是我们说T62 当时就是民勢 后来你也看到有什么 例如T64 接着有T72系列等等 及后再有T80、T90 这些都是在皇后俄罗斯的战车历史中出现 我们说回T54和T55 就算你落到T62 即是这三架坦克的年代 大概是20年的生产 其实外观上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说 当时他们那种 炮塔铸造的技术等等 其实也是有点相似 例如你看到他们的理带 你看到他们的主轮之间 间隙是有点特别的 你可以分较到 另外你看到主轮跟炮塔铸 或者在炮塔铸那里 即炮塔铸的散叶位 就有点少少不同了 所以今次这批的T54和T55 会有点少少相似 上一次在俄罗斯仓库,在T-62又是在阿辛耶夫这里拿出来的情况 不过那次就送到叶卡哲林堡那边,给大家发现 上一次因为在运送途中被大家发现 所以这次又是在运送途中,你看到T-54、T-55 所以大家觉得上次拍了T-62,结果真的在战场上出现 这次又在火车里运送,然后又被大家发现 似乎真的会在后面的战场上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T-14和T-15 如果现在是稳定地由仓库里面开始转移 拿出来的情况下,似乎都要补充住宅在俄罗斯里面的部队 令到他们的装甲情况会改善 这个就不奇怪,因为大家看到 现在在前世黎湖在巴赫武 他们的士兵已经由以往,我们说的BTG 营战术组一直都是以装甲车为他们的中心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已经看到这个叫做突击链 突击链,你看到由营变成链,你就知道 第一,人手不足够,第二,就是装甲车也不足够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分批的 用一个人海战术,用一个连的组织 有一个人握着的枪,就是上前冲锋 但是这个战术,如果你有空军,有整个空优的情况 帮你开了路,你纯粹只是冲上前 都还可以掩饰到火力不足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到,乌克兰和俄罗斯根本就不是以空战 或者取得空中优势,令到地面纯粹推进 他们在地面要有个火力的交换 在火力上抢占优势之后,陆军才向前行 在这情况下,你自自然而会陷入一个伤枉很大的组织 所以明知T-54,T-55,T-62 明明他们的装甲不理想 你总比我们说的突击连 用人欲地冲上前线去打 所以没办法 另一个问题就是T-72的生产情况不理想 我们说到T-72和他们的生产商都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个当然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意不好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生产链 也不受到这个战争影响 你要搜集原料不足够 材料和零件包括装甲用的钢 其实价格会上涨 也不要说最主要的 有些第二个材料,例如热成杖 或者其他晶片和高科技的东西 那些偏偏也没有进口 所以对生产的T-72的厂厂 其实最近都相当不好受 除了我们说到T-54和T-55 即是在战车生产上追不上现在的速度 交付不了T-72 即是足够T-72的手电像 如果需要一定的选位率 你都只能够继续派一些再旧的坦克上场 这也是没办法中国办法 甚至乎你都不要说T-54和T-55 之前的T-62可能它的库船 都已经用得七七八八 所以在战场上 你终于开始看到一种 我们叫BTR-50 一种再旧一点的战车 BTR-50在史上第一次进入战役 是1954年的时间 你想想 非常夸张 很早很早的车 又是时光倒落七十年 在1958年用的这种战车 现在又要摆在乌克兰作战 这样说BTR-50 其实这个战车 当时没有什么武器 放上去 纯粹比较简单的 装甲民兵车的使用方法 所以如果现在再用 其实上面是需要装一些武器 很有趣的是 俄罗斯他们自己 都会试试在上面 放一些武器等等去帮忙 他们想过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就是把海军的武器 是准备了上去的 例如这个 你看到上面放了个什么呢 放了个炮塔 很明显这种 就像我们说海军那种 近壁炮 或者在舰里面的高射炮 所以这个配置 都可以说是一个挺有趣的 就叫做 好像Toyota那些 pick up truck上面 再加些武器 其实都挺呆眼 而且整件事相当不对称 所以这样放下去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机动力呢? 这样说 机动力就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有少少防卫能力 总比没有更好 甚至乎 因为用了艦载的武器 艦载通常是对一些防空 例如对方的反弹飞弹 防空阶 就是防空的情况 所以某程度上 它又可能要当少少 基本上可能是无人机的侵袭等等 是一个比较有效抗击的情况 当然这个武装也十分有限 对后勤和维修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噩梦 当然 我们说到T-74和T-75的坦克 当他们去到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现在面对对方的坦克 是会处于一个巨大的劣势 我先不要说一些很厉害的坦克 他们只是在那个时代发展 他们的感觉和今年的感觉 都已经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包括我们说 日夜之间 全天候战斗的情况 我相信T-54和T-15 就不太容易做得到 它又能够尽快做到一个更新 令到他们的瞄准具 或者描据 或者其他热成像 会追得到 至少有些比较近T-62的情况 我认识 甚至乎他们遇上美军的战车 例如你遇上M-2A-2的Bradley战车 甚至乎你可能只不过遇上 法国的AMX-10RC 或者德国的Maulder的装甲步兵车 可能你都搞不定 很可能这些都会帮你开盘 尤其是我们说的M-2 Bradley有105炮 他们又有反坦克的炮 拖式的导弹等等 所以他们面对着 我们说T-72也有方法 何况你再旧些 你连T-62也不如再旧些 去到T-54和T-55 你真的面对着战车M-2 你都很难搞的 M-2事实上也在我们说的 波斯湾沙漠风暴里面 也有一个坦克杀手的尾遇 所以你真的遇上 只是装甲车这个类型 可能也会有点麻烦 而我们所知 现在AMX-10RC 也有一批 是到了乌克兰 甚至乎很可能 都会在前线使用 所以如果你只遇上 这种轮式装甲车 在机动力上会输 甚至乎火力上 其实也是会差一点点的 主要我们说T-54和T-55的火力 或者你本身有机动性的水平 其实事实上 都真的跟现在 即是先进的西方坦克 差得甚远 例如说他们当时 他们有基本的装甲 你说顶不到当时同期的对手 例如英国的Centrion 就是白副掌 或者美国的M48的Barton 当时你都勉强够做 但你这个年代 哪会有M48和Centrion 接着已经有其他坦克 超线者1和2 所以你面对他们的装甲 基本上就不能打 我们又不说装甲 说回主炮 T-54和T-55上的主炮 我们叫做D-10T 是一个鲜糖炮 鲜糖炮即是自英国的总 你说达得准软 但问题是100mm 如果和炮2说 炮1的坦克和炮2的主炮不同 炮2是用120mm的主炮 而炮1是用105mm 但T-54和T-55还用100 所以火力的优势会差一点 但当年他用D-10T 你打M400和马伯夫掌都可以 即是打得穿别人都可以 但老实实 其实就算M60 你想想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M60 那时已经是105主炮 即是和炮1看齊 那时一来 其实你这枝炮已经是旧了 何况现在大家都在120mm 125mm等主炮 所以他能否打得进去 对方装甲的位置 也相当义民 所以很可能这一批 即是T-54和T-15 他们的出现 如果遇上现代的坦克 即是包括炮2 包括挑战者2型 包括M1 甚至乎你遇上也不是这三大主战坦克 你纯粹是M2A2 AMX10RC M1A2 只要安装一些适当对付坦克的兵器 其实你已经是急急破崖 本身是装甲 你的火力和机动力 坦克的三角和铁三角都严重不足 某程度上有铁壳 保护铁壳盾 向前推 事实上遇上对方的火力很轻松 会被乌克兰来近新军援的坦克压制 但是我们的看法就觉得 D54和D54真的未必要推上前线作战 你说放在后方里面 就顶一顶 情况也不奇怪 你说前线始终需要和乌克兰这边对攻 例如在乌冬的地区 例如在劳金斯克的地区 他们很想反攻 富平洋斯克 很想反攻莱曼 Cramenos那些地方 他们很可能继续需要T90和T72在前面攻击 而后方跟着的才是T62 或者是T54 T55这部份的坦克 所以我们相信俄罗斯也会尽量避免 将过旧的坦克擠上前线 始终被打击 这些图画这些影像 都只会刺激到自己的士兵 国民等等 这些他们也是清楚的 但我们看到如果这样擠出来 都可以看到 世上真的比较产 到这一刻 没办法 都相当多的坦克受到破坏 包括战场上无人机的劣势 其实亦都间接令到坦克的时代 是不是会提早终结 已经摆上了很多 不同个forum的话题 所以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说前苏联的坦克 即是我们说俄罗斯式的坦克 他们再不能够适应到这个世界的潮流 很可能他们的坦克时代 或我们说的钢铁熊柳的年代 就要提早结束 而未来的新一代的坦克 亦都需要有更新的转型设计 例如他们需要有无人机的配搭 无论我们说到 未来的美国的Abraham X 甚至乎德国 或者法国的坦克 他们未来最新的研究 都会将无人机的系统 放入坦克里面 令他们的战场态势感知的大升 以及有一个方法去应对 一些其他来自无人机 或者空中的威胁 始终对坦克来说 最危险的东西 就不是来自陆上 而是低空的情况 例如我们说 攻击直升机的面势 其实就是对坦克的最大的打击 未来的无人机面势 或者广泛应用 又是对坦克来 更致命的打击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接下来 T54-55下去 当然我们也相信 俄罗斯怎么都会帮我们加一点 例如我们说 加一些ERA 即是初代的 可能是K1那种 即是我们说 contact的第一代 这样的转型装夹劲 加强一点 即是反弹武器 对付 但你遇上标枪 其实生存率 也是相当低的 Anyway 我们这么说 都算是好过没有 真的想在战场上 就先顶住 我们再看俄罗斯 还有什么 扶缺 大家都包括他说 T34那些 是不是都要上去看 那我们尽管先看完 这一批T54和T55 真的上去 然后在战场上 又会有什么表现 才再评论 好 这一节我们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 当然大家也可以 有很多方式 支持我们军武器人 例如 你们可以多看广告 在playlist中 选择你喜欢的题材 去看 广告看完之后 当然可以去其他地方支持 CLS like我们的节目 share出街 本地的朋友 可以透过payme 或者转数快 去支持我们 多多益善 少少无拘 或者你可以用一个 更实际的方式 长期支持我们 订阅我们的patreon 会员系统 就是30多元的价钱 那你每个月 可以助养到 我们的军武老虎 或者可以透过 paypal 不是本地的朋友 可能更加适用 tigernhk gmail.com 你可以支援到 我们本地的军武 评论 好 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的 世界范围消息 和瓦克兰战宝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您 感谢 在一部分 使用 对